真的好想赢稻奇啊 最近几个球技教室只要碰上稻奇几乎怎么打怎么输 这回来到洛杉矶又连输两场面临被横扫的命运 第三战面对钢索领根本一筹莫展 前面五局只集出两支安打 没有办法攻下任何分数 豪华打线惨遭封锁 三局下半稻奇率先发难 Mookie Bass将Ryan Waters遍地的变速球 一棒扫过中外野全能打大强C啊 本季第九支全能打 让球队先持得点取得2比0领先 Mookie Bass也是让教室恨得牙痒痒的头号问题人物之一 本季九轰当中就有三支是从他们手上打出来的 每次见面都将数据刷好刷满 六局下半到其攻势再起 这次场上投球已经换成了Honeywell 却无法支柱地主的棒子 Mikio Vargas左半边的二类安打一棒送回累上两名队友 避数变成了4比0 事实上到其今天一共也才集出四支安打而已 却有两支都各打回两分 几乎是刀刀要拟命 得分效率高到吓死人 最后在五名投手接力之下 将教室给玩封 中场4比0系列赛横扫出局 这也是最近11个系列赛当中 到其对战所赢下的第10个系列赛 除了去年的国联系列赛之外 教师遇到稻奇就好像老鼠遇到猫 而这个天敌的走势到了2023年依然持续当中